我们这晒了 有好一会了 看能不能打得着 试一下 再溢热一下吧 我觉得应该可以 应该可以 太阳那么大 可以了 这什么声音啊 嘎啦嘎啦的 说明猫腌的 猫腌烟了 我们这个车就得山有太阳 但如果没有太阳怎么办呗 没有太阳就预热了 准备离开这个玉珠峰 在最后看一眼这个玉珠峰 还是非常的漂亮 车上的肉已经炖上来 今天中午我们可以吃点肉了 吃点羊肉 因为我们要上一个高海拔的地方 在上高海拔的地方之前 我们还是要去加点水 因为我们水上的水 感觉用了两天就没有了 难道也漏了吗 不可能 但是我觉得100层的水量 还是太少了 前面说还有一个汽修厂 我们也去看一下 对吧 看一下加点油加点水 然后再把车再看一下 好出发 走了 走了 离开大珠峰 小珠峰 玉珠峰 哈哈哈哈 玉珠峰 还挺漂亮的 车上 是 青海玉珠峰 欢迎您 好多魔旅啊 魔旅也是成群结队的 这边是中国石油 中国石油应该有水吧 不用水就完了 我们车里都没啥水了 这边的油价还是一样的 5块2 刚刚在这边加了点水 这边水流比较小 所以我就加了两桶 只加了一丢丢 够我们今天用就行了 现在只是来着 后面有一个汽修 去问一下 前方掉头 然后马上又转 你好 我那个车就是防冬业 就是 每天都会少 是什么原因呢 你先做车 每天都会少一点 我刚加满的 就是它隔一天就明显少了 也是正常的 最后没什么问题 少一点没什么问题是吧 没什么问题啊 这个石油就是水 鸡油和水是吧 就是要加水 对 我这个防冬业 防冬业水跟一样 一样的是吧 需要加水 那个 原来现在的这 害怕就是高峰 就是在这高原 就害怕高峰是吧 在这边就是 是不是很危急高峰 好吧 谢谢啊 刚刚跟师父聊了一下 他说我这个车看都不用看 是这个原因 高原原因 他说高原原因 他说你少了你就加呗 刚才高原就这样子 他说一说就这样子 说什么鸡油 水啊 防冬业 少了就往里面加 你看看都不敢 看都不敢 看都不敢 他说我的大车还是小车 我说我又不大不小的车 最重要是他说话我听得不太懂 高原容易蒸发吧 热胀冷缩 有可能 热胀冷缩吗 对啊 反正经常看了少了我们就加一点 这前面还堵车了 哎呦 这个怎么走呢 只能在那边等着呢 等一下 这前面也不知道是啥情况啊 然后排队排得这么长 不是排队啊 应该是堵车堵的这么长 对面那个车啊 全是从下面走的 从下面上来的 嗯 看看我们后面也是的 后面也是老多车排在后面了 原来说一分钟 然后现在等了已经快半小时了 哦 应该要从下面那个土方的地方走吧 我们一个个都往下面走 这排了好长的队了 我们要从这里走吗 我们也往下走 一张顶尾中午路路 哇车都在悬空了 他那个车的 会不会 哇这有点高啊 会磕底盘 地方锅没拿下来 慢一点 我们车底盘高的 我们可以走 那个小车车 它那个后轮子都已经悬空了 刚刚我看到了 他们要从那边要个圈 我们还好 我们可以走 要不然的话 排这个大车震动 要排很久很久 对象的大排车 也从这边下来了 对 好多车 好危险 摇啊摇的 摇啊摇的 终于可以上去了 现在你拐上去 哎呦摇啊摇的 这个坡也挺高的 这个坡没事 它是灰 哇是灰吧 上来应该就好了吧 上来应该就好了 刚刚从那个烂路上面跑出来 跑出来发现真的是啊太饿了 就只在那个停车在前吃点东西了 跑了半天也没有跑出玉珠峰那个范围啊 啊后面还是玉珠峰 大大的雪山呢 就在这边随便吃一点 中午的羊肉啊 差点没有被颠惨价 啊还好啊 边开 然后它边那个气边冒 哦看的还不错 看起来又有好久没吃羊肉了 又惨了 嗯 最后一块羊肉了 最后一顿 最后一顿了 沁海的羊肉 说不定到前面还能买得到呢 简单吃一口吧 吃一口我们再往上走哈 看一下这凉菜 然后摆了一个小凉菜 开吃 香不香 哈哈哈哈 我们吃完了 给大白蚁挑一块 挑一块全瘦的哈 一点骨头都不带的 胡萝卜也能吃 给他点胡萝卜 有没有骨头 没有骨头 有 在尖尖的里面 一尖尖应该没事吧 去了吧 能得吃到 我们留几块肉 晚上还能打打火锅吃吃 这青藏鲜真的是太苦了 好就这个吧 再给他点狗粮 给大白也吃三顿 肉凉了啊 给大白吃一下 大白坐下 让你尝一下这个吞烟肉的感觉 慢点慢点 慢点 嚼一下行不行 我的天 两口 就这么两口啊 吃吧 好了 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就出发 我们在这边吃完饭 休息一下就准备出发了 这边海拔是4500 感觉状态还不错 继续往前走 我们在青藏线有三天了啊 三天我们才开了100多公里 我们最主要就是想适应一下这个高原啊 第一天呢 我们是在3000米的海拔地方过夜的 第二天呢是3100 第三天呢是4100 这样的话 我们就逐步的适应那个高原啊 在这边多待几天 因为接下来这地方啊 基本上没有低于4500的 说起这个高原反应啊 我们还是有点阴影的 因为这个前面的时候啊 我们带了一个朋友走那个心脏线啊 第一天我们就带他到4500的海拔地方过夜 结果就直接导致他那个高反了啊 然后呢 新档线后面呢 圈城就是靠西洋 最后还废水种了 想想还是蛮后怕的 所以呢 大家如果是来高原的话 一定要记住 不能一下子上高原啊 一定要适应一下啊 基本正常人啊 从那个3000米海拔到4500的话 都会有高反的 哎呀 我们就是吸取了这个教训啊 我们就在这边多待一会儿 慢慢走